洛杉矶时间5月29日下午 孔子文化世界型走进美国论坛 即孔子文化中心授牌仪式 在美国洛杉矶圣盖博士希尔顿酒店成功举办 本次论坛由洛杉矶著名律师张军主持 泥山国际总裁乌兰致欢迎词 美国联邦众议员赵美新致辞并颁发感谢状 这次活动我们特别荣幸和中国孔子基金会一起来合作 举办了孔子文化走向世界的走进美国这个系列的讲坛 这个讲坛我们也特别的邀请了我们洛杉矶 几位重量级的演讲嘉宾 同时和中国孔子基金会的秘书长王大千先生一起 共同来就儒家思想儒家文化在全世界的推广普及 以及孔子文化在现当代的意义做深入的探讨 泥山国际一直致力于就在中美之间搭建 这种文化交流的一个桥梁和平台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将中国更多的传统文化 中华的经典文化带到国外 现任中国孔子基金会副理事长 秘书长 党组书记 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王大千先生 发表了大灾孔子四海之内接兄弟的人文情怀主题演讲 孔子文化世界行走进美国主要是举办这么一个论坛 同时我们的孔子文化中心也要接牌 再就是我们在栗麦中学还有一些孔子学堂 我们也要探讨海外孔子学堂的一些合作模式 或者是进一步来让孔子学堂能够在我们华人华侨社会当中 特别对青少年的这种传统文化教育能够做哪些工作 做这方面的探讨 从儿童做起 从青少年入手来影响两国的这种文化交流 美国苏浙户同乡会荣誉会长著名学者顾衍石博士 发表了1984年美国忌孔系列活动回顾主题演讲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北领分校哲学系孙卫敏教授 则与大家分享了自己所理解的孔子论语哲学方面的四层含义 美国华人教育基金会主席绍文 则发表了《论语全市》英文版海外推行经验分享的主题演讲 美国华人联合总会会长李舍潮 及盛盖博士市长廖钦和致欢迎词 并向王大千秘书长及乌兰女士颁发了贺状 随后在众嘉宾的见证下 王大千先生正式授予泥山国际孔子文化中心排便 本次活动由泥山国际与中国孔子基金会共同主办 美国华人联合总会与美国苏浙户同乡会协办 将拜访美国利麦蒙特索利国际学校 并正式启动美国利麦孔子学堂 随后还将与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副领事进行会晤 此外王大千等人还将前往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参访学习 魅力中国记者现场报道